分享一个就是大悲咒49遍的一个体会 就身家科法会结束之后 我就把大悲咒由21遍加到49遍 因为就是非常明显的 就感觉到精力特别充沛 以前中午都需要睡午觉 现在就完全都不需要了 而且早上不到六点起 念经非常轻松 而且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把心经也加到了49遍 就自己就感觉在境地上 还有心态上就有明显的进步 感觉非常殊胜 我就希望就是有同修听了之后 可以也把那个就是功课的书呀 也可以加上去就体验一下 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说明你这个人根基很好 所以我劝你啊 你要好好努力啊 你如果已经有这么多感应了 说明菩萨就给你大加持了 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能再懈怠了 他念经之前 他的脖子还有背部 这些肌肉都很硬 念经就是一年多以来 这些地方就开始变软 但是半绝有疼痛 请问师傅这种疼痛 是不是叶价慢慢激活消除的表现 首先如果他吃素了 完全会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他继续在吃荤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并不一定完全是叶价在消除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听懂了 这位同学是在吃素了 吃素的话完全有可能 因为吃素的话 他的生理也在改变 他由酸性体质改变成碱性体质 明白吗 然后呢 由他自己啊 业障慢慢的会消除 那么他很快这个地方会软下来 你要记住任何的肿瘤 肿块越硬越难弄 他只能开刀 软下来的话就容易化掉 这谁都懂的 就像一块冰一样的 很硬的时候 他就这块冰 他一定会伤到你 冰生持可以做成一把刀 可以刺伤你 但是等到他软下来 他就像水一样了 有的人他念经之后 长期就不做噩梦了 而且经常会有好梦 这个是说明他的业障 念经比较有效果吗 完全正确 哦 明白了 过去这个人整天做噩梦 现在念了经之后不做噩梦了 那你说消的还不快啊 太快了 就像你忏悔 然后前段时间 然后我就是说 我遇到人生功最低谷的时候 现在就是感觉没脸 给师父打电话 然后遇到婚姻 那个老公出轨 然后又意外流产 然后又出车祸 然后我像 就说向师父忏悔一下 然后 太倔了 做个错事 傻姑娘 你太倔了 你听得懂吗 你的错事 你错事 你不讲师父都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师父 跟你们一接上电话 你们的气场 我全能够收到 信息了 听得懂不了 傻姑娘 听得懂吗 师父 不能这样的 你不能这样的 你真的太愚痴了 你还是师父的弟子 你做出来的 你碰到这种人间的那些 业障啊磨难 你怎么可以去报复他 你这个是太愚痴的事情 你这个都不懂 你听这个枪毙了 真的 我师父要把你 我只能是在竞争上 把你枪毙了 哎 师父 弟子向您忏悔 然后我跟师父分享一下 就是当知道我老公出轨之后 然后我两个月的时间 就把老公念回来了 就通过师父 我前段时间就是说 知道他出轨之后 给师父打电话 师父告诉我 让我必须让他知道 我知道了 但是我就是说 之后 然后我就在现实生活中 那我就告诉他了 就是通过一个就是说 嗯 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告诉他之后 那之后他之后 就跟那女的段时间 一切联系了 通过这个事呢 我就感觉这个 修心灵法门 让更多的人相信 这个心灵法门 两个月 两个半夜的时间 就把老公给你念回来 念 通过念经去 月安放生 那当然了 老公现在就回了 回来之后 就以后不要再去 想这个事情了 不要去责怪他了 嗯 然后要对他更好 明白了吗 是 我知道 你不要这样呢 这个里面有你的问题的 还有你们的 有缘分问题啊 明白了吗 他不好 他明白了 我出轨 你好啊 你 你没出轨 我也不好 好了 你给我老实一点啊 你在师父面前 你们就像小孩一样 好好的听话 真的不要做错事情 只有父亲 对你们是 真的是又言 但是又心疼 我告诉你们呢 我知道 不要这样啊 你们真的很傻 你们以为什么 抱负能解决问题的 痛胀加痛 戒酒消愁愁更愁 听不懂啊 嗯 我知道师父 好的 然后另外一个梦就是 我那天梦见我生肥梯的时候 一生就一大力那个 很大力的喷出来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从哪里喷出来啊 从鼻子 你鼻子里生红枣啊 不是不是 哈 您是鼻子生红枣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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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说明你要注意 本来你的鼻炎很快就会好了 你本来鼻子一定有毛病的 对啊对啊 就是很辛苦这几个月 对啊气喘不过来 像鼻子像塞住一样 对 经常有鼻涕听不懂啊 对对真的 啊你然后说明你里边有阻碍 有一颗东西 现在通过你的念经跑出来了 哦感恩感恩 好谢谢 那我还要继续念什么经 以便给它更加好吗 更加好吗 你还想再找啊 就一个红枣 一个红枣你自己再放点糖 买点那个吃豆 一起煮一煮你喝了吧 记住了 记住了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葡萄保佑 念经念的好的人 会身上的毛病一点点去掉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 感恩 请问师傅 同学家里养了一只狗 为什么感觉最近狗也变得了很多 是不是家里的人念经狗也会受益啊 那当然了 狗们完全是有情众生啊 有情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